我觉得汽车这个行业没什么弯道超速的机会 我们现在是换了一条分支的新赛道叫智能赛道 这个智能化有什么用 就像十几年前我们讲智能手机有什么用 实际上是一样 我觉得每个人人生就在于折腾 对不对 在2014年一直致力于用科技改变生活的何小鹏 是决定进军互联网造车领域 他敏锐的带领公司走上了智能汽车的新赛道 希望能让智能汽车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 但如今小鹏汽车已经成为了国内造车新势力的领航者 在人工智能加互联网加电动汽车的时代 是给予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也即将颠覆我们的出行方式 你那个时候只是做一个投资人 其实是创立了这个 那为什么会叫小鹏汽车呢 就以你的名字这个 最开始不是叫小鹏汽车 后面是因为中国造车 他需要把商标全部拿下来 后来他们就选了好几个名字 就把小鹏汽车给注册下来 你没想到后来会真的是出来了 就全职加入这个事情 对 我在去年的8月份全职加入 当时离开阿里巴巴 对 也是你加入 等于是全职加入以后 看到一个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飞跃 是吗 17年的初 300个人 今年底大概3000人 什么打动了你呢 为什么会就当时考虑 就真的是从投资人变身 这个创业者了呢 我去年2月16号 我小朋友在养和出生 我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 就是说 这个因为我小朋友出生之后 我就觉得 以后要 他问爸爸在干啥呢 这个怎么打 投资人没这么酷是吧 对 就出一种事情 留下一切痕迹 这个才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想 我就应该再创业 但是再创业做什么 我有几个想法 最后我选了 还是造车吧 因为造车最简单 最简单 你进入以后 应该感觉就不简单了吧 因为我其他几个想法更难 造车的确很难 他30岁不到创业 40岁不到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那他希望在人生的下一步呢 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 把时间和精力啊 投入到自己热爱 并能改变人们生活的事业上去 那由于此前的成功啊 他获得了投资者的高度信任 靠着刷脸获得了巨额融资 至今啊 已经融资近百亿元 支持着他 在这个明天很有前景 但今天极度烧钱的行业中 大步向前 那小鹏汽车啊 一开始大家的 可能更多的理解是电动汽车 那你给他贴上一个标签 是互联网汽车 那到现在呢 你又说它是一个这个智能汽车 你怎么去定义这个智能汽车呢 对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 什么叫智能汽车 有些人认为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车 就叫智能汽车 我觉得自动驾驶是智能汽车里面的一个子集 就像智能手机跟功能手机一样 在功能手机的时候 我们主要打电话 发短信 而且在今天智能手机时代 电话跟短信 可能已经排到了我们 第十名 第十一名的这样一个用户 生活场景里面去了 所以在未来的里面 我相信智能汽车分两个大阶段吧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以能开为主 叫做自动辅助驾驶 加上车内的娱乐 车内的交互的智能的汽车 所以在里面开车还是占据了 可能70%到80%这样的一个场景 第二个阶段可能要到2028年 也就是十年以后的开始 会出现了更多高智能的 完全可以自动驾驶的汽车 那么在这个时候 语音跟你的交互 跟车的交互 跟其他的车 跟云端的交互 会非常有趣 所以新的交互 会导致新的场景 那么那个时候 会进入到一个自动汽车的 我认为叫下半场 那基于现在就是说 人工智能大数据 这种软件 这种生态这种要求的话 对于你造车 对硬件方面 会有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需求吗 会有非常多不同的需求 比如说 我最开始都没想到 它的那个上网速度上很慢 很多人就会问 你们这不是4G模块吗 对 它是4G 但它的总线传输速度很慢 那第二个 汽车的安全系数也很低 我们现在在做 自己的安全加密芯片 来去确保汽车的安全系数 因为你想把它形成一个闭环 那你是做非常多的事情 当然很多人对Tesla 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如果你把一台Tesla 真正拆一看 看看它的电动电池 看看它对于安全体系的保控 看看它对于整车智能的保控 以及它的可以升级的模组 以及可以它远程定位 错误的模组是怎么样做的 你会发现它这台车 已经很像是一个 Super的PC Server 跟一个四个轮子的 这个汽车的整合体 实际上这是一个蛮大的变化 而中国大部分整理上 基本上完全没开始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在 这个过去几年里面 花了很多力气在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你们是从研发开始 很多东西是自己在这个做了 差不多有70%以上是研发 最难的就是汽车 因为它有超过1万个零件 第二个 它的消费用户群 每一年都超过100万 实际上它是千万级用户群 每一年的 第三个 它的代码 在未来的智能汽车 我认为超过了100万行 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浪潮中 智能驾驶 无疑是最受瞩目的应用之一 但自动驾驶的安全问题 采集数据的安全问题 汽车联网的安全问题等等 仍然是悬在许多人心中的一把利剑 究竟人脑与电脑 数据与经验 谁更可信 智能驾驶 究竟何时能够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 那你说我们看这个自动驾驶 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 你看我们人学车 我去个驾校 学个几天吧 可能我就可以应付 所有的这种场景和问题 但是你看到一部车的话 它现在还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人工智能 但是我们在驶车的过程中 有很多情况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穷尽的 第一个让数据更精准 第二个数据可以预测未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高德的 说你现在在这里 可能到这个地方会堵车 这个一个预测能力 第三个我觉得是 数据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学习 什么是世界 以及在这个世界上采取行动 比如说自动驾驶全面到来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开车 即使这个地方下雪了 或者这个地方挖路了 它也知道怎么开 但是数据到了后面 要服务每个人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要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转弯的时候 你喜欢快点转弯 我喜欢慢点转弯 所以它要需要在大量的安全数据 跟基础数据的情况下 学习你个人的数据 这些也是未来去做的事情 数据在未来一定是个财富 所以我们某种角度 我们会认为将来的智能汽车 一旦真正起来之后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是需要一个民族的企业来做这样的事情的 要不然这个数据 假设我们在马路上 有一亿台智能汽车在跑 每一台汽车我们大概有15个摄像头 它常看到非常多的数据 所以数据如何安全 如何在用户接受的情况下 隐私可以保护的情况下 能够合法合理的使用 是非常之困难的上市 而且你说这个所有东西一联网以后 你的这个安全问题怎么样去确保 是吧 然后一个黑客侵入 然后你整一个系统 整一部车都被人控制了 有中央调度的这种好处 但也有中央调度的这种风险在里面 大部分的汽车 它的自轮化能力很弱 所以他们也不注重安全 黑掉它们大概一星期就可以 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但是我们也要不断地往前行 我相信在未来的里面 这个整个的世界里面 我们一定要做到 不能让云端能够大规模地 把一台车hack进去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你的眼中 这个智能出行的这种 未来的这种蓝图 是什么样的一个蓝图呢 10到20年之间 我觉得是一个 未来出行一个最开心的时代 我觉得首先在地面上 会出现很多的无人驾驶的汽车 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会有车跟路的改变 超短的运输 我觉得应该是 无人的汽车最方便 中型的运输 我觉得是地下 或者地上的 超高速轨道会比较方便 中远程的 我认为是 这个空中的管道 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觉得10到20年后 最大的改变 我认为从成本角度来看 还是无人车的改变 那么未来的 这个交通生活里面 会导致在这些一二线城市里面的效率 会大幅度提高 因为要想改变 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你需要路的改变 需要云端的改变 需要管理能力的提高 但是中国为什么大家会有期待 因为中国对路的改变 对管理的改变的效率 现在的全球是最快的 但是有人也会说 就是说这个智能驾驶的话 再怎么样智能的话 它还是一个二维交通 那你变成空中的话 你是一个三维交通的一个概念 那那个是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出行方式 包括现在的这种载人的无人机 也开始是兴起 就你又怎么看待这种 就是说交通的这种替代性 和未来出行的这种方式呢 最优选择 对 如果技术再往前行 成本再往下 我觉得空中的是更好 更快捷的 但是我觉得十年到二十年 我认为看不到 我反而认为在无人化进度之后 会到海洋里面会做到很多的不一样 而不是空中 技术的难点 行业的竞争 以及市场尚未成熟 都是摆在小鹏汽车 和其他智能汽车企业面前的难题 然而何小鹏 却坚信智能驾驶未来不远 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十至二十年间 就会被完全改变 下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何小鹏为我们描绘的 未来社会出行蓝图 我一直都不认为电动汽车是真正的未来 电动汽车是改变那种能源的结构 实际上对于最终的用户来看 它并没有很显性的变化 因为加油跟充电 如果充电不方便的话 对我来看 我还是让我更麻烦 所以只有智能 加上一个新能源结构的模式 我认为才会对于未来有些引导 而今天我们想改变一台车 实际上这个速度真的是挺慢的 电动汽车由于炫目的概念 绿色的排放和政策的优惠 吸引了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追捧 然而进入到实际驾驶的层面 作为一项新技术 电动汽车仍然需要打破 很多固有的刻板印象 解决很多的用户痛点 结合智能化技术 为用户描绘出一个 智能化电动出行方式的新蓝图 你觉得现在国内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主要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 从这个传统的汽车 转向这个选择电动车呢 我一直觉得在大概两年后 2020年下 开始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 真正好的智能汽车和智能电动汽车出现 就是首先就是 你需要有不同层次的车出现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链状效应的出现 现在你会担心里程 你会担心安全 你会担心不能感到的原因 但是有10%的人会买错 大家的担心就会 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第三点是电动汽车 跟智能汽车的技术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跟前进 因为今天很多人会说 这个智能化有什么用 就像十几年前我们讲 智能手机是什么用的 实际上是一样 因为还没有看到 一个在硬件上 真正颠覆我们的 真正可以改变我们的 通讯生活或者促进生活的一个 产品或者内容 或者服务体系 但是一旦当它出现了 又很猛烈 实际上是 所以在这个 我觉得也是没有这种 很必须的这种场景 让到人家去享用使用这个 比如说智能手机 你现在有很多很必须的场景 你必须要去使用 但现在感觉的很多 就是智能汽车的一些 你说摄像头或其他 我觉得还是一个 nice to have 但不是一个必须品 所以它现在所抓住的 比如说现在智能化 在我们的调研里面 大概能够排到 一个人选择汽车的第五名左右 有些人是价格 有些人是颜值 有些人是品牌 它第一名可能会变化 但大概是第五的智能 一小撮用户群 是把它放了第一的 先把这一小群抓住 可能它只占新购车用户的 1%到2% 那是OK 等你把东西做得更好 它可能下一年 做到3%到5% 不断地提高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群 最有价值的用户 跟它一起去探索 原来智能是这样 原来数据是难用 我们的目标是 到了明年的第二季度末 做到85%场景的 自动摩托车 是所有人所有车 当你习惯了这些所有之后 你可能就慢慢地 就忘掉怎么停车了 那么当你一旦适应了之后 你再去开其他汽车 你无法忍受 所以从点第一去做起 但就变成这个过程 会一个很久的过程 就算是好像特斯拉 它可能去年 也就是个卖个10万台 然后到个可能两年后 一年也就是 年产量也就是个50万台 那这种规模下 对于经济的整个质也好 量方面的这个影响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如果你站在地球的角度来看 它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如果看到国家角来看 有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中国的汽车 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了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走向全球的企业 没有一个巨大的企业 如果从未来的变化来看 从汽油汽车 像智能汽车 像智能加新能源的汽车发展里面 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企业都是巨大的机会 但是换个角度 当智能汽车的第一个上半场开完了 到了2028年到2038年之间 这个过程 我认为它会改变全球的出行的整个的场景 会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以前在上下班高峰期 是基本的不愿意出门 像今天在未来十年后 可能是有很多出租车都是可以的 它可以招一下手出租车的开馆来坐上去 然后出租车能点识别 就知道怎么支付 让他的儿子买单 然后他就可以下车 而且这个车随着叫随着到 而且不堵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全部都改变 这种成就感 跟这种对世界的成立 我觉得很有价值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孕育期 等于就是孕育期 如果明天就已经到来 它不会有创业的机会 所以我们走的都是一条 有前景但是还很远 有巨大风险但是有可能性 老牌车企BAT三巨头 和国内三百多家的造车新事例 让智能汽车这个行业非常火热 竞争也特别激烈 何小鹏就坦言 要打造智能汽车的整个生态 比他想象中要难很多 但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跑出现 但也有很多人说 就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因为是一个国内的电动车来说 是一个窗口期 因为Tesla Tesla已经进来了 要准备开始量产了 那你怎么看待这种 已经要即将要于 就启发启蒙你 这个开始做这个电动车 也是你崇拜的 这个Tesla的这种正面的竞争呢 我觉得Tesla跟我没有竞争 中国对于很多 最新的科技 就是有很多人买车 他是认为他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是一个不一样的有钱人 这是一种标签 一种个性的体现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有 他是有足够的领导力 跟影响力跟号召力 但是他的数量是有钱人 中国最终是一个大众的 巨大的大众市场 所以我们经常讲得大众 或者我们互联网也得 顶私者的天下 也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Tesla是一家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他只会让我们的保健 越磨越利 但是我不认为 他是在中国市场最主要进行 中国市场主要进行 一定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但中国的话 民营企业也有很多企业 也加入了这个横档 那你没有是打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化呢 对于已有现有市场企业 它已经形成现有市场的 一定的垄断力跟影响力的时候 它想转弯上是很痛苦的 因为肌肉是有适应症的 企业是有基因体系的 对于这新企业 就看新企业的逻辑 在中国的新造作市里面 只有我们一家的互联网产品基因 是最强的 我们在研发上投入最大 第三个我们是基本上全壁化 我们把硬件研发 软件研发跟 用户运营都做了 我知道好几家新造的企业 都是说智能知识 拿来做营销的方式 核心是把车做便宜 能够卖得多 那么从短期来看 它可能销售量 可能会大一些 但是从长期来看 我这次把我的车 卖个十万台二十万台 一年卖得最便宜去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创业的目标 就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你很强调你的这种 互联网基因和思维 那也是包括这种 智能生态的整个运营 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营呢 在你的脑海中 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运营 是当互联网的核心 是当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工具 交付到你的手上之后 那才是我真正要干活的开始 就是说你这个车 可能我们发现 哪一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功能给close 从网上 从云端 然后下次你去保养 我们把它修理好 再打开 这是叫做隐性的运营 显性的运营是 我们会告诉你 你的胎压有一个胎 气不够你要去补气 我们通过我们的大评 会出一段语音内容 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 比如说原来在这个车上 你用的最多是音乐 那我下次升级的时候 我把音乐放到前面 把音乐相关的东西放得多 而汽车企业大分是 当我一个车卖给你之后 后面就是CSN的事了 所以这是完全两种逻辑 从互联网来到制造业 由投资人变身造车师 创业一年多后的何小鹏 逐渐适应了身份和行业的转变后 也坚持在尊重行业 已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融合创新 看到你带着这种互联网思维 来到造车 肯定是带来很多新的一些 这个perspective和一些ideas 但是同时有没有发现 就我不知道进来以后 有没有发现是说 有一些可能传统的一些 汽车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思维 也要去慢慢去学习和适应的 也学很多 比如说我们互联网讲究快速迭代 汽车不可能快速迭代 我们现在推出了 叫三段迭代法 我们以前互联网里面 在投资领域 比如说追求长版效应 比如说我就投一家互联网公司 或者一家科技的初创公司 有一两个版很长就够了 其他短版再短无所谓 而汽车企业不一样 如果它有两个三个短版特别短 比如说它的品质特别差 比如说它能够从A样到D样 交付的周期要五年 或者说它实际上的 最后可商用的成本特别高 就任何一条短版 都可以把你所有的想法全部击毁 所以有非常多的事情 互联网人要学习汽车人 汽车人也要去明白 互联网人的逻辑 然后逐步地融合 这个词应是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感觉这个实体经济 进入实体经济还是不好做 比起互联网来说 不好做 利润低 周期长 但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作为一个软件改变一个用户 是改变了一点点 但是可以改变很多人 我们以前有四到五亿的越火越火 但是作为一个硬件产品 你可能只改变十万人 一百万人 一千万人 但是你改变的深度 那是远远超过软件 所以这种对于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的人 是特别喜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认为手机大概要花七到八年 做一个变化的话 汽车没必要乘以二到乘以三 所以这个也和可能 我觉得上一代的这个创业不太一样 上一代的还是可以比较快速的 你说学习别人一些 比较先进的一些商业模式 一些技术 过来快速的一个商业化 可以弯道超车 可以很快地去扩展 但现在你觉得 就到现在这一代的 可能一些硬技术的关 要闯要过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预约的 我觉得汽车这个行业 没什么弯道超车的机会 我们现在是换了一条 分支的新赛道 叫智能赛道 而且利用中国化的市场 去来做出一些不同的市场 那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明天会更难 这个对我下面一步 最难的是 如何把交付 把品质做得 不光是想着做好 而且能把真正的数据反馈 证明更好 每半年都有巨大的新的挑战 但这就是创业的魅力 我觉得明天是更困难的 后天是最困难的 也不是说越走越顺 所以这条路 那变成要付出很多 我觉得每个人 人生就在于折腾 人生在于折腾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要落腾一下 然后让很多人都觉得 还记得你 或者是记得你的 一个产品 或者记得你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的能力 小鹏是从2017年 全职加入团队以来 听同事说 他在2018年一年间 基本上头发就白了一片 人也瘦了 因为全情投入 也需要是快速地去学习 那他把企业命名为 小鹏汽车 实际上就是把自己 和品牌也紧密地 捆绑在了一起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那虽然媒体 认为他说出的一些话 感觉有点狂妄 但是其实他是拥有 这种南方企业家的 实干和沉稳 那说出来的呢 都是他真心认为 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他很自信啊 抱着这种互联网的理念 进入到了传统制造业 但是呢 他也进行了一个 快速的反思 却摒弃了一些 互联网思维 不适用的东西 那对安全 是存有一种敬畏之心 不一定是说 逼着公司 一定要去实现弯道超车 而是体会到 慢就是快的真谛 那把这种改变世界的愿望 是建立在了 尊重传统行业 已有的发展规律 发展逻辑和速度上 稳步前行 税末年初 领航者邀请大家 共同盘点 这收获托风的一年 下一集 我们一起来听听 全球五位商界学界精英 对于当前 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科技 引起的社会分配问题 提出的反思和建议 接着为您播出 亚居乐地产 祝梦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